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事呢就是我就想先从哪儿讲起啊 我这个2013年4月27号 安倍带钢盔传迷彩服啊 登上了日本最新的时事坦克 日本坦克专家呢就开始吹牛 日本坦克夺牛 时事坦克 一辆能摧毁三辆中国99坦克 中国这些个 这个坦克迷啊 这个网友就开始 不愤啊 就开始愤愤物品 网上就开始跟这个日本叫板 死磕啊 就是我们这99A 125线塘炮 穿甲800毫米 800毫米 半米多 这么厚的钢板 说你那10式还用120滑呢 120滑塘炮啊 这穿透也就半米 500毫米 这个火控系统 我们都用上上反 稳向了 你那个呢还用老的呢 传统的稳限 机动力 我们这个56吨 1500马力 你那个多大 还44吨 1200马力 小日本啊 等距离缩小啊 这个吨位就是战斗力 你那小这么多 马力还那么小啊 这怎么能跟我们比呢 装甲防护 我们这个正面装甲1200毫米 你那个多少 才600 比我们差一半啊 所以说呢 中国的好多网友就说 我们九九牛啊 你那个不行 这个网友死磕呗 你说这个 2013年还出了一个 世界主战坦克的排名 美国这个陆军运技术 这个杂志啊 是一个坦克专业方面的 一个杂志了 有一个排名 他按照火力 机动力防护力来排的 世界上十大坦克 十大坦克呢 这个第一名 德国鲍尔 鲍尔以后改进了 叫A7加 这个是肯定的 美国的M112 以后这个 也不再发展了 英国挑战者二 韩国是第四名 K2啊 以色列 美克马 马克思啊 这个日本的石士啊 其他的 还有这个 勒克雷尔啊 法国的 俄罗斯T90啊 中国的九九 是排在最后一名 啊 就是世界 主战坦克的前十名当中 中国排在最后一名 这网友炸锅了 啊 是不是啊 这跟日本人 死磕完了之后 这下加世界排名之后 怎么能给我排那么厚啊 我们至少能排到前三名 啊 又开始一对数据 啊 静态的对比啊 这 就是我一再说的 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跳出这个圈子 啊 讲一行装备的时候呢 呃 他有两种说法啊 一种呢 是比长短 比重量啊 比比炮的这个 这个这个粗细啊 比炮管的长短 弹药 能不能有炮射导弹 这个可以用指数法来计算 其实这些计算没什么太大用啊 这纯技术上计算 再一个呢 就把它动起来 就是人 武器 体质 人家武器 加体质 就形成战斗力啊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嘛 你那死装备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这个这个 我们当年定员 阵员照样打败仗啊 所以说呢 还是人和武器的结合 加上的武器 装备 体制啊 和你这个作战的别人体制啊 战法的运用啊 这个结合起来才行 坦克百年 坦克百年 这个我还是真的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啊 我写过很多的文章 呃 我先说为什么当年详细地发展的 这个坦克 因为当时的嵌豪 加铁丝网 就挖挖挖嵌豪 上面搞铁丝网 呃 大量的防御攻势 呃 大兵团作战的时候呢 这个很难突破这个防线 就是这个叫做不可越的这个防线 结果呢 当时这个呃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呢 英国有一个陆军上校啊 他就发明了一种战车 这个战车呢 就是大约相当于今天这个坦克的这样的一种原型吧 呃 这种东西由于戴装甲 以履带推进 所以说能够突破千豪铁丝网 和这个防御攻势构成的这个绵密的这个防线 这个结果最后陆军大臣说这么笨重一个家伙 这个有什么用啊 啊 所以就否决了这样的一个方案 当时呢 海军大臣 丘杰三十多岁啊 当时他感兴趣 啊 丘杰大也都熟悉了 以后当了英国首相啊 这个 这个 儿子大战当中得归他领导 这个 这个英国啊 进行这个反反思战争 就当时呢 他是 海军大臣 海军大臣他就在海军部啊 呃 就组建了一个陆船委员会 啊 呃 研究呢 这个事怎么样把他这个方案给落实 啊 就是最后呢 就是就搞出一个方案 方案来 搞出一个方案来 就是说先造几辆车吧 造出来 大家一看是个零行的 这个车你到英国去旅游的时候 到英国有好多军事博物馆 我在英国这个学习期间 我都去过啊 陆军的博物馆 海军的博物馆 帝国战争博物馆 伦敦的战争博物馆 很多很多 那里头还有这个 这个车的原来第一辆的 坦克都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除了以后这么乖的乖 起一个东西啊 说叫什么名啊 起了很多很多名字 陆地巡洋舰 大威力啊 最后说叫水柜吧 啊 Tank 英文叫Tank 我们现在呢 中文的坦克 其实是Tank的 音译啊 这个 1916年呢 7月1号 这个索美河战役 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1914年到1918年 中间的有一场战役 非常重要 英法联军呢 呃 组织了一共是86个石啊 几百公里的战线 战线 德国呢 搞了67个石 双方对阵啊 中间呢 是一二三 三道防线 三道防线的纵身 大约有将近七八公里 十来公里啊 三道防线 地下玩了好多的攻势 那个时候打仗呢 是这样的 先是火力压制 啊 战争之神嘛 对不对 这个坦克叫陆战之王嘛 然后2000枚火炮 英法联军2000枚火炮 就开始往这个德军阵地 打了一周 哈哈 一周 火力准备 火力准备完了以后呢 就是说那50辆坦克啊 已经造了50辆坦克 这个 调下来试试啊 就开始往前线冲 冲到前线以后 只有18辆到了 有没有就故障 啪窝了 走不动了 这18辆到前线 到前线以后 铁丝网 你想想那 那坦克装甲的 履带的 嵌豪对坦克来讲 那跨豪是他的优势 而且把那个铁丝网给粘倒 那也是他的优势 结果就一直往前冲 把那个嵌豪里边的德军 都弄到地底下去了 啊 当时关键是 还有希特勒 希特勒当时还是上市 吓得尿裤子 说这啥来 所有德国人都没见过 没听说过 还有这种东西 怪物 所以武器装备的保密 非常重要 这就叫杀手剑 突然出现 你完全没有防御 不知道是什么 啊 魂飞胆颤 结果德军大败 但是这场战争以后呢 这个希特勒就 尿了一次裤子 就记住了 说哦 这坦克很厉害 以后呢 这个他就当了 这个德国的总理 当总理以后呢 就开始发动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1号 弄了2500辆坦克 突然闪击波兰 波兰也没见过这玩意儿 这什么东西 2500辆这玩意儿 骑着战马 编好的队 拿着战刀去砍坦克 这实际上是很经典的啊 结果呢 你想想 那他坦克那东西 刀枪不入的啊 所以说这个 很快占领波兰 占领波兰以后 就开始闪击欧洲 欧洲那小国 比利时啊 什么什么什么 那些那小国 基本上一天占领一个国家 最后把法国 就占领法国沦陷啊 基本上欧洲都沦陷了 这个敦克尔克大车退 这个然后 这个德国的话呢 就开始 1941年 坦克和飞机空地协同 啊 这个闪电战 闪电战 闪击苏联 闪击苏联 这中间有很多很多坦克大战 其中有一场 1943年 库尔斯克大会战 八千多辆坦克 啊 上面两千多架飞机 想想啊 机械化战争 那个时候就打成这样了 而那个时候 中国根本就还没有坦克的啊 哎呦 好多 其实他们空中网说 张老师 你侧重讲讲中国坦克啊 中国坦克 我们这个装甲风暴啊 侧重讲了一些 中国各种小号的九九啊 什么八零啊 八八啊 讲了一些这 中国这个坦克的话呢 最早追溯了北洋军阀 啊 那个时候就开始买 买德国的啊 以后到了国民政府时期 那会跟苏联关系好 买苏联的啊 以后又买美国的 就是买坦克 这一段时间 以后到了 这个 抗战 一直三七年以后 日本人的小坦克进来以后 我们就开始战场上 去缴获坦克 解放战争的时候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美国把大量的坦克 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 我们从蒋介石 手里边运输大队 然后又缴获了好多坦克 所以建国出行那一段时间的话呢 我们大部分使用的 都是缴获的坦克啊 机械制造能力很差 你想想 我们建国的时候 机械制造能力 跟苏联相比差多少 苏联一型坦克就上万辆 我们那个时候 坦克还没法生产 没法制造 所以是在这么个烂摊的技术上 我们发展的坦克 这样的一种装备 中国这个坦克的话呢 这个我想呢 是黄金十年 建国初期的黄金十年 就是1960年 之前1949年到1960年 这是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呢 苏联支援我们156个重大项目 主要是在东北呀 这个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业制造能力 慢慢电灯的机械制造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呢 从苏联买了好多的坦克呀 装甲车呀 飞机呀 潜艇呀 我们的驱逐舰 四大金刚 哎 中国的这个算是 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家底 结果1960年以后 苏联这个中宿关系恶化 这个撤走专家社会合同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了 我们就拿着苏联的这个T54 我们就开始研访 这叫进入了自己的研访阶段 我们搞出了我们的59式 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个62式的清净坦克 63式的水陆坦克 69式的坦克 79式坦克 都是在这个59式坦克技术上 搞出来的 当时苏联是T54 美国是M48巴顿 日本是61式坦克 这个59式坦克是非常厉害的 你别说我们研究第一代 当时非常扭 我们的机械制造能力也很差 我是前些年 我到我们一个坦克部队去 我就说 我说现在咱们装什么坦克 他说59式坦克 我说这还跑得动吗 当时我还是有个职务了 他们说主任 你看我现在就紧急集合 然后我现在就进行拉动 你亲自到我们现场去看 看看能不能拉动 他马上就战斗警报 紧急集合 所以说我就看着他59式坦克拉动起来 所以武器装备 这个东西就这样 就是说 关键还是靠和人的结合 你就是说 新装备不一定就有战斗力 对不对 我老黑这个 阿三的航母 老黑这个美国 珠穆沃尔特 滴滴金一千 他就这问题 装备主要是可靠 好用 皮实 金灶 那就是好装备 59式坦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值得我们自豪的第一代坦克 以后呢 这个我们搞第二代坦克 第二代坦克 由于第一代坦克基础很好 第二代坦克呢 我们当时经费也非常充足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我们都非常好 第二代坦克我们也很值得自豪 就是八零式 或者是在这个基础上 派生的八五式八八式 当时美国是M60 苏联是T62 这个西德 当时是西德了 是豹一坦克 法国勒克雷亚 日本是七四坦克 所以说中国第一代坦克 第二代坦克都不错 但是呢 这个八十年代以后 由于我们执行了一个政策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军队要忍耐 军工部门压缩 坦克啊 飞机舰艇都没钱买了 没钱买就是造导弹的 不如卖产业弹的 哈哈 军转民 好多军工厂都没饭吃了 就是这是一段时间 所以就导致我们第三代坦克 非常非常的艰难 这本来是爬坡阶段 啪这样掉下来 一下掉到谷底 又从头开始 就面临了这么 这么一个非常艰难困苦的阶段 这个三代坦克 就是又说的 一开头说的这个九九式了 这个九九式 其实是五十周年 五十周年阅兵那个坦克 就为阅兵 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想法 就马上国庆节了 我们都有个好装备出来 马上这个什么了 我们得发个火箭 我们得发个卫星 现在没有了 现在是按照科学 好 咱们就发 不好就算 你们找窗口 不再是什么重大节日 非得干什么 那当时还是想搞这个 没钱 我们知道两千年之前 还都不到一百亿美元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一千三百一千五百亿美元 这样的军费 当时现在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说那点钱根本搞不出什么来 所以说九九坦克的基础 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勉勉强强五十周年月宾 进入两千年之后 我们的经费充裕了 充裕了之后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海军下饺子 我们开始造航母 我们开始052C 052D 陆军呢 大家好像很少提他 其实两千年之后 我们好多的技术 陆军开始打发展 所以九九坦克以后的改型 还是非常厉害的 实际上讲 我们九九这个最新的这个改型 所谓九九大改 也叫九九A2 那在世界上应该是非常厉害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2001年美国有一个国防部长 非常有名 拉姆斯菲尔德 他上来之后 他说这就是新世纪了 一些老的思想要抛弃了 我现在要有一些新的思想 他上来之后 就把那个美国的坦克给砍掉了 说什么年代了 还发展坦克 把那个M1A2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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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掉算了 M1A2是世界最先进的 三代半的坦克 给停了 就不搞了 重型的 以后搞清醒的 你看那个运输机了没 这个直接 C17 直接装上就走的 这不要搞重型装备 以后就都搞十来吨的 这种装甲车了 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 大的战略转变 所以当时大家就说 哦 这个坦克以后不是发展方向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就开始 那就是美国都不是发展方向了 那我们还发展坦克吗 有这样一段徘徊 没想到这俄罗斯人的 没头干大活 啊 这个自己 啊 去年这个胜利日阅兵弄出一个坦克来 阿玛塔 T-14 哇塞 一看这个坦克就两三个人里头 三个人 啊 而且炮塔没有人的 隐身的 能发射导弹 哇这太厉害了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说怎么又搞这个 这真的八经四代坦克 所以说呢 哎 坦克啊 还是有发展前途的 啊 就是把坦克和信息化装备结合起来 那么最近国庆 国庆期间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央视啊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纪录片啊 讲军工的发展 其中呢 披露了一个消息 说中国的四代坦克 也在紧锣密鼓的 啊 进行之中 四代坦克会在哪些方面上突破呢 我感觉一个成员会减少 为什么减少呢 自动化程度提高了 还有一个呢 自动化程度提高的同时呢 信息化水平 横向一体化 就是把坦克和武装直升机 把坦克和坦克 把坦克和装甲 把坦克和步兵分队啊 把坦克和这个 其他的军兵种都联系 这叫横向一体化 对不对 坦克的火力 原来都是直秒 就是 火炮直秒 将来呢 有可能见秒 比方说通过导弹 炮射导弹打出去以后 通过飞机提供信息 打山背后的敌人 这也是有可能的 剑苗 超视剧的剑苗射击啊 坦克的隐身能力 防护能力 科夫拉装甲呀 陶瓷装甲呀 以后这些东西都要上 对不对 说第四代坦克都这样了 能 这个坦克乘员会减到多少 我估计能减到两个人 两个人 炮塔都没人了 说再下一步 五代坦克还有没有 五代坦克那就无人坦克了 无人坦克我给大家讲过了啊 以前在张忍中说里 都给大家讲过了 所以说呢 科学技术的进步 是无止境的 我们必须加强学习 好的 那下面大家欣赏一段啊 庄稼风暴 给我们提供的精彩画面 我们必须加强学习 怎么样 刚才这个画面 还是很刺激的吧 庄稼风暴 还是很厉害的 为了配合我们这期节目呢 空中网提供了 庄稼风暴游戏的 一百个激活码 这个活动呢 会在我们微信公众号 局所照中 以及我们的微博 张照中开讲里头 开展一些活动 活动的具体参加呢 请大家看 我们这篇文章 最后 给大家提供的 活动方式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